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在社会上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一些basic knowledge 如果没有这些概念 可以到FDA的网站上去先复习一下 或者怎么样 那么我今天就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吧 我就从最基本的讲一下 那所谓转型叫genetic modify 它实际上是翻译的并不对 genetic modify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基因修饰 也就是说在育种的时候 从细胞核的那个内部改变它的基因 这样培育出来的种子叫转基因的那个物种 那所谓的改变其实有很多种了 转入新的基因 转入新的不同种的基因叫转基因 那沉默一个基因让它不表达也叫修饰了 如果转同物种的基因 也叫改变它的基因 这个也是归在这个基因修饰里面了 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转入新的基因 它才叫转基因 就是中文这样的翻译的 就是凡是这种任何的改变 它都叫转基因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按照中文的翻译的话 这个是非常混乱的 那不如直接说是基因改良 像台湾人翻译成基改 这个就比较准确 大部分这边的翻译 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 我们人类对物种的认识吧 就是从一开始的一个整体的物种 到后来的那个到器官啊 组织啊 这些我们也想要去研究啊 去观察 去去了解 那后来虎克发明了写微镜 我们呢就可以从细胞的这个水平 来认识这个生物 那后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就让我们人类对生物体的认识 到了分子的水平 这也就是转基因技术的开始 那全世界的第一个转基因产品 就是胰岛素 它是把这个人的那个胰岛素的基因 转到大肠杆菌里 然后通过大肠杆菌来表达这个胰岛素 从而大量的生产 那很有名的那个公司 就是Genentech 就是在咱们这个南三番市的一家公司 这就是它的起家产品 它就是通过这个产品 后来就慢慢的发展 由其他的产品 最后成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生物治疗公司 那它也是 就是通过这种基因技术 来做药的这个一个鼻祖 所以这样说 基因技术并不是多么的可怕 它一直是在造福于人类的 但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历史确实是非常短 你想这是59年发现的 然后到现在可能就60年的历史吧 就这么短 但是这个发这个技术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现在我们把人的这个基因图幅已经分析出来了 而且有一些功能性的基因也找到了 那么人类有一些疾病的这个 治病原因也都找到了 像这个技术对于癌症的这个基因药的发现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在美国来说 一个是癌症的早期检测 可以用基因技术来检测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基因药 它可以那个干扰这个癌细胞 然后让它那个不能够很快的分裂 这样可以阻止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所以这个基因技术对于这个人类疾病 和这个发展是特别的 等于说这段时间是发展特别快 而且是有很多的很有效的成果 当然用在这个癌种上面 那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但人类的那个癌种呢 也经过了很多的历史的发展 那最早那个原始社会 我们那个人类就大部分时间 都在出采集各种食物 食物也不稳定 所以在这个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就找吃着了 你没有时间去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 去从事科研 你根本就没有这种时间 因为吃才是第一位的生存 那后来呢 人类就发现说 有一些物种很好吃啊 长得也很快呀 就把它弄过来 种在自己家的附近 然后呢 就通过不断的癒种培育 给它呢 变得那个高产啊 抗病病害呀 还有变得更好吃啊 再后来呢 就是孟德尔 他发现了这个杂交现象 那我们就可以有目的地去癒种 比如说啊 你要配一朵粉花 那可能有红的花和白的花 你把它们杂交出来就是粉花 那这个呢 嗯 其实人类就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很有意识的去 培育这个新的品种了 就等于说 这个时候已经在干涉自然了 嗯 我们的那个玉米 最开始就像野草一样 它一个岁上只长几粒 玉米粒 那印第安人是花了六千年的时间 把这种像稻碎一样的玉米 培育成了一个 一个棒子上有八百粒 玉米粒的这么一个棒子的形状 像这种培育呢 就是让它的这个 种植效率更高了 因为 一个小麦碎上只有六十粒 那个小麦粒 一个玉米上面 棒子上面是八百粒 那你种一株玉米 它的粮食产量就高过 种一株小麦的 这就是人类为什么 它在不断的育种 不断的发现新品种 然后不断的 通过这个种植新品种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嗯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胡萝卜 其实野生的胡萝卜 是紫色和白色的 在 四五百年前吧 还没有橙色的胡萝卜呢 是后来人类发现了这个 有一个突变的 然后因为荷兰人呢 特别喜欢这橙色 所以他们刻意把胡萝卜 培育成了橙色 那么后来我们才有橙色的 胡萝卜 就讲这么多 就是说 其实人类 呃 从农业发展史来说 人类一直都是在干涉大自然的 呃 所以呢 转型技术用于 一种 从科学家这边角度来看 它只是发现自然规律 已经运用到这个 实际生活当中去 那从外人来看 就是不懂专业的人来看 这就是在干涉自然 违背自然 其实并没有违背 呃 如果违背了的话 可能这个种子 根本就培育不出来 那 美国最早的做转型 呃 一种的呢 呃 并不是孟三都 孟三都 最早它是个 呃 农药公司 呃 它做那个除草剂 呃 那个除草剂呢 当时是专利就到期了 就是乔甘林 这个除草剂让它 就是说已知的除草剂里 它是 呃 属于 它相对其他除草剂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 呃 像中国现在还在用的这个白草枯 它基本上如果谁想自杀的话 你喝下去就没救了 它是那个不可逆的 它让那个人的那个组织纤维化 那 草甘林呢 相对来说 呃 对人的毒性呢 就是比起其他的除草剂来说 它是最低的 呃 它还可以分解 所以呢 在当时来说 孟三都靠这个产品赚了好多钱 然后他在 转了一道期的时候呢 他就想转型 他怎么样转型呢 他就想到就做这个转基因育种 当时呢 就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做转基因育种的这个公司有很多 他就利用那个草甘林 把这专利卖了 那个挣的那个钱 他就 开始收购这些公司 那实际上全世界第一个做转基因的成功的这个公司是 是在英国 他做的是就是那个大番茄 大番茄主要是 那个 看磕碰 在那货架上时间长的便于运输 但是他的那个口感并不好 而且呢 英国相对来说 比较保守 那他们就希望说把这个技术 到一个 比较开放的国家 把他这个 你说给投入到生产实践中去 投入到市场上去 那就想着到美国来了 那就把这技术转移到加州的一个小公司了 那这个公司呢 也做成了 也拿到FDA 经过很严格的审批 也批了 批了之后呢 他就市场效果就不太好 不太好之后呢 这公司就破产了 他破产了之后 这孟三舵就把它给买下来了 除了这家公司 他们还买了其他的公司 所以最后 他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转积一种公司了 那么草甘林 对这个 他转离到期之后 就对中国拿走了 所以现在中国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草甘林 生产国 现在全世界 差不多那个 很多国家都是从中国进口 包括美国也从中国进口 你要知道转金 他 这个技术本身 他其实还是挺贵的 主要是他是那个审批也很贵 科研也很贵 所以呢 你花了这么多钱做出来的产品 肯定是 你希望他是很大众的 才能赚钱 所以呢 我们网上流传的 什么紫薯是转金 什么生女果是转金 这些都是胡扯 这些都是网络的那些人 瞎编出来的 那真正的这个产品呢 是非常大众化的 美国就做的比较成功的呢 就是玉米和大豆 玉米呢 是转了这个 那种叫BT蛋白的 那这种蛋白的呢 它只是对昆虫有害 对人体是安全的 在那个有机农业中 也用这个农药 它是一个细菌里提取的 一种蛋白 虫子的那个肠呢 是碱性的 那这种蛋白吃到 那个虫子的那个肚子里 到肠 虫子的肠子里 它就开启作用 然后那个 它肠子里也有一个 这种蛋白的受体 那在碱性环境下 跟它的受体结合 它就 就是会让那个 虫子那个肠子就烂了 那这个机制呢 人类这个身体里是没有的 所以它对于人类来说 它应该是安全的 就是到目前来讲 没发现有害 当然有一些论文说 有害的 它都是在 病不起眼的杂质 影响因子很不好的杂质 而且就比较低的杂质 而且这个实验设计 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最后就是被主流科学界都给否定了 那是不是说虫子吃了的有害的 就是人吃了就一定有害 那不一定 就是很多食物来说 跟人类不一样的话 它的反应就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巧克力 狗吃了就会死 人吃了就没事 所以就同理 那虫子吃了死的 人吃了就不一定会有问题 那这个BT蛋白呢 反正到目前来讲 就所有的研究成果 就是没有发现 它对于人体有害 所以呢 就是当时那个有机农业 在用这种农药 但是这个比较贵嘛 而且喷上之后 它水一洗就没了 它不持久 所以想到说 把这个基因转到这个植物里来 这样让它可以抗虫 它主要是抗的是那种粉蝶类的 这种虫 就是那种蠕虫 毛毛虫 那大豆呢 大豆就是转的这个 叫抗草甘霖的这个基因 这个草甘霖实际上它是 它为什么能够防止这个呢 就是 除草剂嘛 就是让那个 草草都死了 它同时也会杀死那个大豆的那个豆苗嘛 那你转了这种基因之后 它就只杀死草 那它的那个 大豆的豆苗就不会死 它的原理应该是 就是 那个伊雷苏的那个合成的这个步骤 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样它就 它要把这个 伊雷苏这个合成的这个步骤给它 打断了 它就不能再合成伊雷苏了 它就那个枯黄了 它是这种 这种原理 所以呢 它 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是 呃 经过反复的检测吧 它对这个同理 虫子吃了死的 人吃了就不一定 呃 会有问题 那这个BT蛋白呢 反正到目前来讲 就所有的研究成果 就是没有发现 它对人体有害 呃 所以呢 就是当时那个 有机农业 在用这种农药 但是这个比较贵嘛 而且 喷上之后 它水一洗就没了 它不持久 所以想到说 把这个基因 转到这个 植物里来 这样让它可以抗虫 它主要是抗的是那种 粉蝶类的这种虫 就那种蠕虫 毛毛虫 那大豆呢 大豆就是转的这个 叫抗草甘霖的这个基因 嗯 这个草甘霖实际上它是 嗯 它为什么能够防止这个呢 就是 嗯 除草剂嘛 就是让那个 擦草都死了 它 同时也会杀死那个 大豆的那个豆苗嘛 那你转了这种基因之后 它就只杀死场 那它的那个 大豆的豆苗就不会死 它 它的原理应该是 就是 那个伊犁素的那个 合成的这个步骤 呃 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样它就 它要把这个 呃 伊犁素这个合成的这个步骤 给它 打断了 它就不能再合成伊犁素了 它就那个 枯黄了 它是这种 这种原理 所以呢 它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是 呃 经过反复的检测吧 它对人体 这个这个蛋白本身就 没有什么 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呃 就在大豆里用 那后来玉米里也用 嗯 而且那个 后来又有这个 木须 木须草 呃 也 也出现那个 这种转型作物 还有这个 就我们说那个双滴油菜 双滴油菜籽 呃 叫Canola Oil 这个呢 里面也是 呃 这个这个油 很有意思 它 它的那个 最开始 那个 品种是 传统育种 培育出来的 呃 转基因主要是 转的是抗出草剂的基因 并不是说 它那个双滴 也是那个 呃 转基因做出来的 这两种是在美国非常常见的 呃 而且就是 国会也是听证过几次 呃 后来就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就准备投放市场了 那投放市场之后呢 最开始是没有那么多人 反对 那后来呢 社交媒体吸引起了 呃 很多人就 反对的人就在那个社交媒体上 说一些事 然后大家就传 传到 呃 民众那边 他就觉得说这个不太安全 然后就 就不断的质疑 质疑之后呢 那有关部门就得做出一个解释 就这样呢 就把这个 转基因的这个 审批的那个台阶等于是给拉高了 所以呢 小公司慢慢的就做不起了 慢慢都卖给这个大公司 最后就变成说 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三家 转基因公司 呃 分庭抗礼吧 宪政达 宪政达 孟三东 还有 陶氏 哦 呃 诺华也在做 但是那个中国化工准备把这个宪政达给买下来了 呃 好像初步一远已经达成了 所以最后 呃 很有可能这个 中国也是 全世界这个转基因的那个大国之一了 那你说他这个有没有害 呃 转基因能投放到市场上去 前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首先就是他转的对不对 你你要验证 然后验证之后 还要把它变成一个稳定的产品 他能一代一代繁衍下去 所有时期都稳定之后 你还要做这个 毒理试验 给你小白鼠喂 呃 看他那个会不会有什么异常反应 呃 还要做这个环境的投放实验 就是他这个都通过之后 他才会有一个商业批准的那个证书 你拿这个证书 才能去商业化的生产 所以嗯 批准一个转基因做 可能就跟批准一个新钥似的 呃 那个时间是很长的 呃 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那个转基因 相关于他是20年的时间 他才批的 到现在还是不敢投放市场 就是因为民众对这个 一直都是有疑虑的 那目前来说 确实是没有发现 那个 就是一个有效的科学证据说 这个转基因有害 但是呢 就是网络啊 社交媒体啊 传的特别多 那么有人做过统计啊 做过大数据的统计 就是现在凡是说 转基因有害的 这个依据 这个依据 都是来自社交媒体 什么 推特啊 什么Facebook啊 谁发的东西 论坛啊 什么的 嗯 没有一个是来自科学论文 嗯 这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人对于那个新生事物 总是有 有些担心 嗯 而且那个现在那个 网络技术这么发达 传播这些谣言 还是很方便的 但是那一辟谣就 就要花点时间 而且这个 人们那个心里啊 就是 嗯 嗯 宁可信其有 就这样呢 给科学家也带来很多麻烦 那那个 现在呢 美国真正在市场上 能见到的那个转基因 食物呢 主要就是玉米和大豆的这个 那个加工食品里 就玉米和大豆的那个成分的 嗯 嗯 那那个 它都分布在哪里呢 那比如说玉米 那个玉米粉 它加到这个各种加工食品里去 那玉米里提取的那个 淀粉 在烹饪里面用的那个淀粉 还有就是 这个淀粉又转化成这个高 果糖 葡萄糖糖 糖浆 那这个呢 其实是 分布最广的 那所有的这个饮料啊 什么糕点啊 反正是作为甜味剂里面添加的 几乎都是这个东西 嗯 实际上它这么高度的加工之后 它有效的转基因成分 已经几乎都测不到了 嗯 转基因转的是基因 但表达出来的是蛋白质 那个 只有那个含有效的蛋白质的这个 转基因蛋白质的这个成分的 才是那个 才是它真正的一个转基因内部的成分 那你后来 呃 比如说提取像淀粉啊 什么糖浆啊 这几乎都看不到这个蛋白质了 那你说真正能测出有效蛋白质的 大概是那种早餐麦片啊 什么Courmeal啊 呃 还有一些就是 啊 那个Dorito Scoot 那个玉米片 玉米片里面也是这种成分 但美国呢 是那个 转基因米和这个平常那个非转基因米混着放的 所以呢 你也不知道它有还是没有 啊 那就 它又不要求标记 所以呢 它只要没标记说是 酒鸡的 那基本上就 默认寒传 那个大豆呢 主要是榨油 榨油之后吧 呃 还有剩下那个 炸完油的那个 豆磨 这个豆磨 呃 大部分是做饲料用 但有一部分呢 是进入到 那个食品体系了 嗯 比如说这个肉肠 呃 肉饼 肉丸子 它做这些肉类加工食品的时候呢 它加一些这个 大豆蛋白 这个水解蛋白 它可以 嗯 就是减少它的那个 降低它的成本 增加它的粘度 也让它这个颜色好看一点 因为做家 肉类加工食品 好多都是那个编角料嘛 它颜色不太好 那加了这个大豆蛋白 可以让它稍微变浅一点 就是感官上好看一点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 那些仿 仿的 那个仿昏的 不过这个 它要写的是 水解蛋白的那个 它又没有说是从非 非转基因 大豆蛋白那来的 那我们基本上就默认 它是转基因 大豆蛋白里那边来的 嗯 还有就是 蛋白是能量棒 嗯 还有饮料粉 蛋白质粉 嗯 它只要没说是 非转基因的 那多半我们就默认 它是转基因的 嗯 现在呢 还有那个 哦 还有一个转基因木瓜 嗯 就是那种小的木瓜 它是 嗯 大的那个墨西哥木瓜 它其实不是转基因的 嗯 另外还有那个甜菜 也有一部分是转基因的 嗯 嗯 那个 它只要那个糖里面 它写的是折糖 折糖 基本上它不是转基因的 它是那个甜菜里面提取的糖 也有可能是 嗯 另外呢 就是 那个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那个 甜玉米 甜玉米呢 有90%以上 它不是的 它只有50% 嗯 这5%只是在沃玛卖 其他地方没有卖 嗯 甜玉米本身并不是转基因的 它转的那个 转基因的那个也是转的抗虫基因的 啊 甜玉米本身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它是美国的一个突变品种 嗯 它的这个等于说那个纤维素含量比较低 嗯 含糖量比较高 啊 这个品种突变之后就把它留下来 就是培育出来 变成一个常规品种 在卖 嗯 所以这个你要看有人说啊 所有甜玉米都是转基因的 这是不对的 那总结一下就是说 嗯 转基因它一定是一种很大宗的这种品种 嗯 目前来讲这个科学上没有发现它有问题 嗯 目前说有问题的多半都是网上这样传来传去的 并没有确凑的科学证据 嗯 那我们就是 我们是平常吃的那个东西里面 嗯 其实就是转基因油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几乎都会吃得到 嗯 也没有办法避免 嗯 如果你自己家做饭 你一定要避开的话 那有一个带着蝴蝶的这种 费转基因标记的这个 这个东西 你要买那个有标记的那个 它那就是费转基因的 嗯 比那平常的可能稍微贵一点 嗯 要问就是买有机的 那有机的是不是一定是 呃 百分之百都是费转基因的呢 呃 也不一定 但有机的是 嗯 如果它是生鲜的 它如果标上有机的 那多半是有机的 如果它是加工舍品 它说是有机的 它没有说百分之百有机 那就默认是百分之九十五是有机的 那它还有百分之五 这个是什么就不确定 嗯 因为那个 呃 在即使是在who foods这样的 这个专卖有机的那个店里面 它也不能保证 它所有的原材料都是 非转基因的 它有可能也有一部分混进来了 所以呢 他们打算就是在未来五年的时候 它逐步就标出来 呃 如果里面混了转基因成本 它会标出来 那美国的政策就是 嗯 不用标 它是自愿标基 就是你愿意标就标 你不愿意标就不标 那所以呢 有许多企业就选择不标 那你看到就是 它没有特意说它是非转基 那我们就默认它是转基 这个全世界各国呢 这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欧盟呢 是有一个预值的限制 比如说是 百分之一 还是百分之零点一 还是百分之零点五 它有的限制 就是到这个成分到这个浓度的时候 它就要标记了 那中国是只要含有这个 我就得标 是零容忍 但是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但这样规定就不太好执行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样更容易造假 那日本呢 日本是这个 含有有条蛋白质的才标记 它就不含有条蛋白质的 它就不标记了 比如说转基因油 还有这个 反例豆腐 转化生酸基酸 然后做成酱油这种的 它就不用标记 但是如果做成豆腐 或者豆豉 这种就需要标记 所以有些人到了日本 他说我没有看见有标记的呀 那是因为 那些不用标记 但不等于它不是 日本是全世界第三大 转基因大豆进口国 所以日本还是有 转基因的东西的 只是不了解这个情况的话 你就以为说它没 那我们平时做豆腐 是不是转基因的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转基因 它也是种子 它这个种子呢 是有可能被人偷走 就接着种去的 那些说什么 转基因大豆不能发芽 都是瞎说 我们搞这个研究的 我知道它可以发芽的 而且 你想它不能发芽 它怎么往下种啊 那是有这种 那个自杀机制 这个技术是有的 它可以把它做成 就长一次 你再拿走这种 它就不能再发芽了 但因为这个技术 反对的人特别多 最后就是没有 投入到应用当中去 所以现在呢 这个所有的 这个转基因的种子 都是可以发芽的 阿根廷 就因为偷这种 转基因的种子 它就没有付专利费 它就偷着种了 美国最后还打输了 所以这个阿根廷就赖账了 就没有付它专利费 那菲律宾也出现过 这样的事 所以呢 那些说那个转基因 发不了芽的 这个都是胡说的 因为它是种子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个转基因 作物 它都不能直接到市场上去 它一定要经过加工处理 才能出来 我见过这个转基因的 这个怎么收割的 像这个玉米 它就是 你收割机那边 开过来 一边脱利 一边就把你书记杆 什么都一米半的 都搅碎了 然后就撒在地里了 那这些玉米 粒呢 就进了那个股仓了 它股仓之后呢 它或者磨成粉啊 或者是去提取淀粉啊 或者怎么样 就因为一定的加工处理 它才会到市场上去 所以你在市场上 你是见不到一个转基因的玉米 同样的道理 你在市场上也见不到这个 一粒一粒的转基因大豆在卖 因为它是种子 它不准流传到外面去 它是收割之后 通过这个机器给它压扁了 压扁了之后去拿去榨油啊 或者是磨成粉啊 或者做其他用途啊 反正就是经过加工之后 它才能到市场上去 那么你在市场上买了这个 做豆浆那种一粒一粒的黄豆 它都全部都不是转基因的 而且这个转基因大豆的 这个母本是那种黑旗大豆 那么市场上你看到的白旗大豆 从中国过来都是白旗大豆 那根本就不可能是转基因大豆 而且那个转基因大豆的那个 它当时培育这个品种主要是为了榨油的 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低 而且做这个豆制品的那个口感也不是特好 所以普遍来说 做豆腐啊或者做豆浆啊 大家更倾向于用这种非转基因的 中国来的那种品种的大豆 那个做出来的豆浆比较香 做豆腐也比较香 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高 它做这个豆腐的出品率也比较高 所以呢 就是有些人有这那样的顾虑的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这种转基因大豆本来就不是培育出来 用来做豆腐 但是呢 台湾呢 因为它比较缺大豆嘛 它就进口了好多大豆 他们是拿这种大豆直接做豆制品的 所以你看那个台湾的 转基因的那个大豆做的这个豆制品 非常普遍 他们差不多90%都是这样子的 那总的说来呢 就是网络传说好多东西都是错的 对于转基因怎么样认识呢 我觉得就是 在目前来说 我们还是多看看FDA 还有这些 美国农业部这种 比较权威的网站 那你说网上随便传什么东西 说实在那个小编也没有你懂得多 它指不定哪看来的 就编了一个就发出来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从哪来的 反正就有人写了 那个东西你就信了 那这样的话 就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很多困扰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就像有些人就不敢吃紫薯啦 不敢吃那个小番茄啦 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咱们都在美国了 咱们都应该知道到哪去找可靠的信息 找到可靠的信息呢 你生活就不会那么受困扰 今天的问题比较多 那个我干脆就提前两分钟来回答这个大家的提问 第一个那个吃素的孩子怎么样做到那个营养均衡 你吃素你就比较容易缺的是那种动物 那个食物里来的那些营养成分 比如说B12 那个B12呢 如果你还是想吃素的话 那么那个发酵豆制品里面会有 你可以从吃点那个毛豆腐啊 天背啊 还有纳豆啊 这里面都有 另外就是蛋白质不足 如果实在不足 可以给他喝那种饮料 就是蛋白质粉的这种饮料 他一般的配的比较平衡 那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膳食补剂 就这种卫生素玩什么的 那平时吃呢 就最好就是 其他的植物性食物和菜什么的 这都不会缺 主要就是蛋白质 还有这些 会比较容易缺的 要么就补充那个 就吃那个膳食补剂 要么就吃一些 还有这个丰富的这个食物 另外一个孩子就是 他也会缺那个温宿地 温宿地呢 如果你一定要吃素的呢 那你可以去市场上买一种 就是阳光照过的这个蘑菇粉 它那个蘑菇呢 被阳光照大概一小时之后 它的维生素D的含量就会 比原来多一百倍 所以这种阳光照过的蘑菇里面 就维生素D含量比较高 你就不必吃鱼干油这种东西 你光烧 靠那个照太阳是不够的 每天15分钟 但是呢我们又怕这个皮肤癌什么的 也不能招时间太久 所以呢 还是希望通过食物来获得这个东西 吃素到底好不好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咱们这个营养比较发达的时候 营养充足 我们基本上这营养是容易获胜的 那吃素 你要吃全素的话 你就只要注意营养平衡的话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营养平衡 我是建议 你可以三分之二的速食 然后另外三分之一的那个动性食物 它包括这个肉蛋奶 你实在是不吃肉的话 最好还是能够吃这个牛奶和鸡蛋 这两个是属于优质蛋白 它起码对人体还是比较好的 它那个吸收利用力比较高 这个孩子不爱吃鸡蛋 不知道那个孩子对乳制品怎么样 牛奶和鸡蛋是算是就是蛋白质里面最好的那种蛋白 他们的那个氨基酸的比例最合理 就是吸收利用力最高 我们给那个蛋白质平分 如果是它这个各种氨基酸都比较平衡的话 那么它的吸收利用力就是一百分 那这个牛奶和蛋白质的鸡蛋 它那个两个是一百分的 那肉可能就九十多分 那到植物那边呢 就大豆蛋白还可以 那么其他的呢都是有缺陷的 它的吸收利用力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 如果吃素的话就要注意互补 比如说你吃这个小麦蛋白就面筋什么的 那你就跟大豆一起吃 那个小麦里面缺少那个氨氨酸 那大豆里面的那个氨氨酸比较低 那这两个配在一起吃 就会有总体的那个吸收利用力就比较高 另外呢 如果你能把这个豆制品和这个肉了 鸡蛋啊一起做的话 那也是提高它的那个吸收利用率的 如果孩子一定要吃素的话 那大豆蛋白还是稍微相对好一点的那个候选 它在植物蛋白里算是比较平衡的一个蛋白 而且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 那个中医和民间那些说法确实是跟现代营养学 有一些是矛盾的 有一些也不矛盾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特别有效的 对身体也好的 你就去执行去做 我基本上来讲 我并不是说 我知道很多那个就是 现代营养学 是现代营养学的 它就非常抵触这个中医这边的说法 那我觉得说对你来讲 你有效 对你有效的 就可以去用 只要是你身体 就是反映出来是比较好的这种方式 你都可以去做 就不必距离于中医还是西医 还是现代营养学怎么说 健康的植物油 当然那个橄榄油会比较好 还有那个就是FDA推荐 就是Canola Oil 它叫廉价橄榄油 它的这个油酸的比例 在植物油里算是比较好的 而且它耐高温 这个橄榄油呢 出榨的呢 比较适合凉拌 因为它里面还有那个多分类的物质 是抗氧化的 不过呢 橄榄油本身它的烟点还是挺高的 它也适合炒菜 只不过你炒菜呢 它这个多分类物质就损失了 它的优势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那个 其他的油 比如说那个茄子的油啊 还有这个 什么 榛子油啊 这些都比较 血气的油 还有牛油果油什么的 这都是比较好的油 嗯 这些油比较贵了 你也舍得拿它来炒菜 就做沙拉什么的用吧 呃 是这样的 它差别是特别小的 那如果你平时不是用的很多的话 倒是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当然就是 如果你的条件允许呢 尽量选那个 Omega 3含量比较高的油 孩子很偏食的话 呃 我觉得你可以用那种料理机啊 把各种食物打碎 打碎料或者做成汁啊 给孩子喝 呃 当然这个营养补剂是可以用的 不过普遍来说这个 呃 不如食物的效果好 呃 这个 就大自然挺神奇的 呃 你各种食物一起吃的话 它有一个协同作用的话 它吸收率特别好 呃 可是如果 呃 你做成营养补剂的话 它那效果 有的时候不如吃食物的好 呃 如果孩子要减肥的话 你要看他那标准体重啊 呃 还要看他的体脂率 如果是 非需要减不可的时候 呃 那你就 就执行一个减肥计划 如果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 12岁 他马上就进入青春期了 他的那个 新生代谢会加快 他消耗的会多 那有一少女孩 到那个时候就 自动就瘦下来了 所以要看他当时的身体状况 那如果一定要减肥的话呢 就是碳水化合物和糖类 一定要减少 嗯 可能一开始 减会 身体不适应 那可以缓慢的减下来 呃 比如说每天 把每天的这个热量 总热量 减少个两三百卡路里 这样的话 循序渐进 呃 会非常有效 就是 蛋白质 多吃一些 呃 还有那个 纤维素含量高 能让他有饱腹感觉的食物 但是热量比较低 这种食物要多吃一些 比如蔬菜 呃 出 你就能够减肥 那你要消耗的多 吃的少 他一定能减肥 那总热量是要控制的 尽量那个少油 呃 热量要低 还有就是 但是你的那个 Omega 3 那个油 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那最近这个柳叶刀 呃 有一个子刊 他有个新发现 他就说 如果减肥的时候 你完全的不吃油 比那个 呃 吃一些 一些比较好的油 那个减肥效果的话 还是那个 吃一些比较好的油的 这个减肥效果 要更好一点 就好多人说 那个对花生仁 过敏 是吧 它是所有的坚果都过敏 嘛 如果所有的坚果都过敏 看看它那个 葵花籽是不是过敏 如果葵花籽 不过敏的话 你可以 呃 吃这种瓜子 呃 这些 带果仁的东西 还有那个豆类里面 如果它豆类不过敏的话 呃 可以吃一些豆类 呃 它可以代替这个坚果 偏瘦吃的少 孩子偏瘦吃的少 可能是 呃 他锻炼不够 还有就是 在这个 你可以看看孩子 他平时喜欢吃什么 他吃什么 买了食物 他就 食欲就好了 可以根据这个 就是按照他喜欢的那食物 多做一些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要增强锻炼 呃 如果 呃 消耗体力消耗大了 可能他会就 就会觉得饿了 所以时当参加一些运动 可能会增加食欲 然后 嗯 还要就是 要检查一下 他为什么食欲不好 呃 把那些 影响他食欲的因素 给他克服掉 呃 也许就会提高他的食欲 对 这个 美国的甜食太多了 而且都 呃 特别特别甜 那可以这个 逐步逐步的减少 比如说那孩子 那个饮料 可以尽量买那种 不是甜的那饮料 嗯 最好就是 根本就不给他喝 那甜饮料 改成那个喝白水 呃 同时就是教育孩子 想说这个东西能长胖 会让他这个身体 变得不好 那吃汤多了 也容易犯困啊 会影响这个 学习效率 呃 糖其实确实是非常有害的 呃 对孩子来说 就能少吃就少吃 那家里也尽量 不要给孩子买甜食 呃 基本上就把这个 所有的甜的东西 能断就断了 嗯 确实应该从小就 培养孩子这个 让他培养一个淡口味 不要让他湿甜 呃 越晚 再给他糖越好 呃 有的时候 那个 那个果汁 呃 哪怕是纯果汁 就给他稀释一下 不要那么甜 呃 喂给孩子 他能尽量就是自己打果汁 打新鲜的果汁 然后也就是 呃 食物里本身的那个甜味 就可以了 就不要额外再加糖了 这是什么食物 让孩子长个啊 其实 长个是一个综合性的 它是 一个是食物 一个是锻炼 还有一个睡眠 你要把这三样都管好了 呃 孩子就能长个了 那个游戏男生 他睡觉的时候 那个他的生长激素 分泌就会 加快了 呃 所以呢 要保证睡眠 足够的睡眠 呃 呃 适当的锻炼 也会让孩子长高 像游泳啊 这种 呃 训练项目 会让孩子那个身高 长得很快的 呃 食物上来说 那肯定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 和钙类 呃 同时呢 这个这个钙和 维生素D 呃 要平衡 呃 比如说你喝那个维生素D奶 这个就比较好 呃 另外呢 那个 吃足够的蛋白质 吃足够的牛肉啊 猪肉啊 都是挺好的 如果孩子吃素的话呢 要吃蛋白粉 或者大豆蛋白 呃 他得是 呃 比平时可能 就是孩子长身体的时候 他这部分需要特别多 呃 要比平常要 增加很多很多 呃 另外呢 就是 就是一定要保证睡眠 不能熬夜啊 玩游戏啊 这些都是会影响那个 他的休息的 这个所谓吃红肉致癌 他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就是说 呃 他那个肉 呃 如果这个烧烤之后 他容易产生这个 本饼皮啊 等那个 有害的物质 他在烹调的过程中 所以就是红肉 不适合多吃 呃 但是呢 呃 他是有一个量的 在那儿的 我们一般人 吃这个东西 他只是增加他的风险嘛 你要吃过量了 那我们一般人也不会吃过量 而且增加他的风险 你不等于就得了这个病了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适量的吃一些红肉 是没有问题的 你只要不吃过量 你也不是吃的很 过量的很离谱 那都没有问题的 那所谓致癌的话 他是说我们已经研究很清楚了 这东西是有可能 他是那个2A类的 这个是有可能致癌 但是那个 就是在动物身上是 呃 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 但是人呢 还不是特别的清楚的 是这一类的 所以 呃 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 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吃过量的 呃 就每 每个星期适量的吃一些 其实是问题不大的 啊 那13年 对对对 那个 紫薯 我刚刚已经说过 这个紫薯和那个小番茄 他们都不是转基因的 呃 当然他们是很健康的食物 你吃了当然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呃 农业布 其实他有一个 就是在农业部上网站上 他有一个list 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哪些转基因的作物 在他那list上面的那就是 那不在他那list上面的就不是 所以说这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转基因的 你要到那个上面去看 不要看网络上传的 网络上传的非常乱 而且非常不准确 反正受精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美国的受精是这样的 他是 嗯 他是允许用 但是他他有严格的规定 在什么时候就不能再用了 然后要这个受精在那个身体里代谢完成之后 才能出出栏 才能卖给大家 就是 才能上市 所以呢 这个一般是问题不太大了 那 只不过就是这种受精的这个 胃过的这个猪的话 可能他内脏有可能会积累一些吧 像这种的就 不要吃他内脏应该就还好 嗯 其实嗯 也有一些像你去这个 去买有机的 他基本上也是不用这些东西的 所以 看个人的选择啦 这个事情不用太担心 嗯 刚才我已经说了 这个关于那个有机的是不是转基因的 那目前来说 生仙的 如果说有机的 他确实是不是转基因的 那加工食品 如果他没有说百分之百有机 他只是标个有机 那可能就百分之九十五是有机 另外百分之五 不知道是什么 那也有可能是转基因 也有可能不是 还是这种情况 那第十六题 这个转基因会不会影响口感 那现在的转基因的东西 嗯 都跟口感没有关系 它都跟这个种植 提高种植效率有关系 嗯 所以它的口感上基本上是没差别的 嗯 所谓那个新红柿和茄子这个 它本身里面 现在市场上的都不是转基因的 所以它他们那个口感变化 跟转基因是没有关系 嗯 那个孩子早上要不饿不吃早餐的话 那我有个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啊 谷物啊 它还有一些菜叶和这个水果 用这个vitamix 嗯 再加一些水 打成糊 让它喝掉 那它一天的那个能量也差不多就 就早晨那顿饭的能量也就够了 那这样它也不用说非要吃什么东西 因为喝下去会很容易一些 嗯 早晨不吃饭还是对对小孩子来说 还是对身体不太好 因为它白天要消耗嘛 它那段时间等于没有能量 嗯 没有能量的补充 这样的话 长期下去 那个身体有可能是消耗的太多 嗯 当然如果它实在不爱吃 就想一些办法 啊 做这种流质性的 让它喝下去 也许会好 嗯 这个准机的安全性 嗯 前面已经说了挺多的 是它经过 这个喂养啊 毒磊啊 什么实验啊 就是经过一系列的实验 来证明它 是安全的 然后才会劈下来 那这个 这个有没有争议呢 其实是 怎么说 就在主流科学界的争议 没有那么大 它争议大于 大部分都是在民间 就是老百姓不信任他们 觉得说他们这个有问题 嗯 但是呢 就是无论是信任不信 大家最后都是要看证据 那现在就是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它有害 嗯 也 现在也没有发现 有什么问题 嗯 那当然你说将来会怎么样 将来就是 看最后再发展到什么程度 嗯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嗯 但是目前来讲 就是 大概现在 嗯 整个 FDA认为它是安全的 那前不久 美国这个 有一个第三方的 呃 科研团体 就出了一份报告 就说他们分析了 很多的论文 最后发现说 因为没有发现有问题 他们这个结论说 呃 转型相对于 传统食物来讲 他讲的是 没有增加风险 他讲的还是蛮科学 蛮客观的 他就说没有增加 跟传统食品相比 他没有什么显著性的差异 他没有增加那个 呃 更多的风险 是这样子 那美国还是测这个草干练 残留量的 那美国要知道说 在中国如果呃 中国主要是吃这个 大豆炸的油吗 那这个含量实际上 因为草干练是容易水的 那到大豆油那边 可能就含量非常非常低 几乎就测不出来了 所以他没有要求测这个东西 但是呢 呃 中国这个反对的人 他就把这个混起来说了 他说哦 因为那个豆子里没有测 这个草干练含量 所以这个油里没有测 是不对的 那实际上 就是因为油里面 含量太低了 所以呃 就是没有要求测这个东西 那以后 我觉得他们要是有 就是民众有这种问题 需求说不定 呃 国家也会出台什么政策 要测这个东西 但基本上来讲 肯定会含量很低的 不会到这个 让人治病的这种水平 呃 19题 哎 那孩子要不要吃protein 呃 我觉得他只要运动的话 肯定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的 那就看孩子喜欢吃什么 如果他都不喜欢吃那些 那就你可以把那蛋白粉做成饮料给他喝 基本上来说就是 呃 这些 路子吧 你看他 他喜欢哪一种 就有哪一种 那个 当然前面说了 这个转型没有那么可怕 呃 那个 要不要过分依赖有机 我这些有机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允许 你愿意去 扑出这个钱去买有机的 那也微偿不可 呃 但是据说很多的这个论文最后显示说 这个有机食品并不比非有机的 呃 营养啊 口感就是 差那么多 所以最后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那我觉得啊 就是 绿叶菜啊 还有浆果类的呀 成berry之类的 嗯 你选有机的可能会有些优势 它确实是那个农药残留量会低一些 那像那个剥皮呢 比如说柑橘啊 它可能这个有机和非有机的那个区别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 最后就是看你个人的选择 呃 这个没有什么强行规定 呃 毕竟这个有机的在全美国来说 它这个食物消费是占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这个人还没有吃有机的 呃 即使这个全世界这个有机占有量最高的这个丹麦 它也不过是占了百分之十 那依然是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吃有机的 所以呢 这个就 不用这个这个太担心这个事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呃 对这个青少年时期那个如果饮食单调 确实是会影响它的那个发育 那怎么样让它吃的丰富一点 就是 嗯 就像我说的那个 和你用料理机打这种果汁 打这种综合果汁 或者是 嗯 做一些他喜欢吃的 比如炒饭之类的 就看孩子喜欢吃什么 因为他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你尽量给他做到那个 饮食平衡 如果实在是还是做不到 那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膳食补剂 但是这要记住这个膳食补剂的效果 是永远没有综合性的食物好 全食物好 所以呢 就是能吃食物 尽量从食物里获取这些营养成 这个孩子脸上有粉刺 那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个那个雄性激素 分泌过旺 引起的 尤其是在那个生长期 就那个那个青少年时期 是比较容易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 就通过食物调节 它没有那么显著那么快 如果能吃一些药的话 或者是某某一些产品 如果能缓解的话 那还是必须的 光靠食物的话也不能完全调节 它没有那么快 也没有那么有力 那能说的就是 它可能要善事平衡一些 能增加一些植物性的食物 要少吃那种特别油腻的 特别刺激性的食物 少吃辣呀 少吃那种特别肥的东西呀 少吃油炸的呀 还有一些那个容易上火的那些食物 少吃一些过甜的那种 对 然后尽量给它那个清淡一些 尽量那个烹饪的时候 也清淡一些 不要采用那种油炸的方式 可能会缓解一些的话 但是你说 这段时间你能不能完全的改变 可能也不能完全改变 也就是缓解一些 然后让它度过这个青少年时期 可能就会好强 睡眠质量不好 我觉得是不是白天可以 多锻炼一下 让它这个身体比较疲劳 可能晚上就会睡得好一些 然后会有那种 就是其他那种方式 说什么精油 或者新香 你看 就是哪一种比它比较有效 可以试一些 从吃食物来说呢 就是不要太晚吃东西吧 不要那个晚餐不要吃太多 不要给它肠胃有什么负担 然后就是食物稍微吃得清淡一点 就吃的这种容易消化的食物 不要加重肠胃的负担 这样它消化的慢的话 就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食物 能够让它安眠的 多半的就是靠这些运动 还有靠自己生理上的调整 可以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去看心理医生 有一些什么 睡眠的方式 可以试一试看 是不是有助于它那个睡眠 其实咱们 医院里都有专门的睡眠科 有睡眠医生 可以去看一看医生 看医生怎么说 就是影响它睡眠真正的因素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因为过敏 导致鼻子堵 它晚上就老睡个好觉之类的 就是把这些 影响它睡眠因素的 那个问题解决了 我想它的那个睡眠就会好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过敏的问题 但是我建议呢 就是先去看医生 医生会告诉你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过敏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你把这个听出了 然后在 你食疗呢 也不能彻底改变它 基本上来讲就是缓解 让它身体好一点 但是最终呢 你还是要找到确切的这个原因 然后大概要吃一些药 才能够 还彻底改变它 那个食物上 这个要看它 就是看它具体的是 什么原因过敏 然后你把那个过敏源 给它剔除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我认为要先看医生 然后再看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然后再根据这个原因 来制定它的食谱 这个 它们这个利尔啊 它只卖种子 就是种子公司 卖给农民 它不卖到市场上去 而且它市场上也不让卖 你比如说你一个运 收获这个大豆的这一辆车 它可能看到哪翻车 这些玉米就撒了 撒了之后 它必须得出一个报告 说你撒的这些东西 都到哪去了 所以它是不让流到市场上去的 因为市场上基本上是没有这种 转金的玉米 因为它大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